SM今年沉迷于打造世界观 尤其在新女团ESPA出道后 以系列专有名词掀起各种讨论热潮 野心勃勃的SM还把全部旗下团体都放进世界观中 让SM跟漫威一样成为一个宇宙 不过这可是让已经出道多年的前辈们整个潮吻后 纪Super Junior迎合东海归贤之后 刚回归的泰妍也讨不过关于SM世界观的提问 一脸问号的表情真的是笑翻粉丝 纷纷要公司放过老团 这些连本人都不知道的世界观 粉丝也是看没有很懂啊